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子瑜粉丝 他的问题是 请问眼睛有血丝该怎么办 目前佩戴日泡隐形眼镜 对 这位陈小姐 眼睛有血丝 通常戴隐形眼镜的人 真的是有血丝是非常常见的 我建议是他还是要来眼科看一下 就是说有血丝有分两种 一种是一般的血丝 一种的话已经有长新生血管了 就是从结膜长新生血管 长到脚膜上去了 长到脚膜上去的这种新生血管的话 那么它就会容易造成 就表示说它是缺氧的 那有缺氧的情形的话 脚膜通常表示说 它对于隐形眼镜比较受不了 所以我建议有血丝的话 您最好是停戴 然后给医生看一下 确定说你是隐形眼镜 带太久造成的 还是说隐形眼镜带太久以后 造成眼睛的缺氧状态 那么这个处理方法就会不一样 所以有血丝的话 基本上面是少带 或者说在急性期的话 还是隐形眼镜要停戴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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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